今天要介绍一位嘉宾上场 这位嘉宾呢 他是从刑场上走下来的 他的汇报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他的悲惨的一生 足可以证明了 不学习传统文化 不学习弟子规 就不会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就会伤害别人 伤害社会 也伤害家庭 也会导致他自己一生悲惨 这位嘉宾呢 今年五十岁 竟然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 身上中了四十多刀 缝了三百多针 四十大手术 显示上命 这位嘉宾就是我的二哥 康吉利 有请二哥上场 各位长辈 各位领导 各位老师 上五号 如果在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之前 我要上了这个讲台 一定是被公安干净 五花大网的压送上台 因为我是 违法犯罪 违法犯罪分子 也是那种社会人员 靠违法 非法的收入生活 我今年五十岁 但是在监狱里面 做了二十年 零六个月的牢 如果不是学习了传统文化 我应违还过到那种 第一半的痛苦生活 因为学习了传统文化 学习了地址柜 我的命运改变了 所以说今天能坐在这个台上 跟诸位老师做个忏悔 忏悔我的过去 那么说我在很小的时候 上一年级的时候 我这个人就喜欢凶器 喜欢道 而且不愿意听批评 愿意听表扬 老师批评我的时候 我恨他 而且我还要想法的去报复他 那么说 在没有过多久 上三年级的时候 我跟老师搞得非常不好 本同学关系也搞得非常不好 又是因为打架呢 被公安机关拘留了 那么说在很小的时候呢 我也就离开了学校 在这个 我那个年龄段 本来应该在学校里面 可是呢 我离开了学校 走向了社会 结束了一些社会当中的 不闪不适的人 所以说在短时间内 就学会了抽烟 喝酒 偷东西 打架 搞对象 在我那个年龄段身上 不应该有的 我全有了 那个就是 也没有介绍过 什么好的教育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我这个很快啊 左一次右一次的 就进到了 这个 就被抓进去了 可是呢 每一次都没有 这个 使我呢 接受教育 每一次回来呢 又重新的 做了一件更严重的事 就又被抓进去了 那么说 没过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就呢 形成了一个 危害一方的 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这个 成王成罢 危害社会 危害一方 那么说 我走路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非常喜欢呢 这个 别人给我让路 喜欢呢 我这个走路很自然的 就晃着走 晃晃荡荡荡的走 这个时候 别人要是给我让了路 我就感觉到啊 非常欢喜 那别人要是不给我让路 我就很 很恼怒 所以有一次呢 你在我们这个 繁华的地方 我们这个 辽宁省府 是这个繁华的地方啊 就这个找到了对方 找到了对方呢 就是仇淫相见 分外眼红 我就上去呢 用刀子就捅了他舞蹈 这个对方呢 被捅了舞蹈之后啊 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们就已经走了 走了呢 我又回 走了几步之后 我又没回来了 啊 重新回来呢 这个被害的人呢 已经倒在地上了 可是呢 我又给他呢 捅了两刀 我告诉他 我说的 等一下你要到手术的时候 我要到手术台上 还要捅你几刀 我就让你知道 你动了我 你要付出一个什么样的代价 当时呢 就那种 这个野兽一般的那种心理 就是说的 非常没有言性 没过多久呢 人家就是说了 你不要去了 这个野已经死了 那当时 我听到了这个野死了 我也是很害怕的 怕抓到 怕这个 怕公安员抓到 那抓到了 就没有好结果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呢 跑路 逃跑 畏惧潜逃 那么我呢 这个 当我离开 我们家乡的那一瞬间 我看一看 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在想 我是否能 还能回到我的家乡 这个呢 是个位置数 因为有很多逃犯 被捉拿的时候 他被击毙了 我是否是这个结局 这个很难说 所以说当时呢 一种很悲伤 但是呢 是没有流眼泪 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 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 如果流眼泪 那是一种耻辱的表现 不可能流眼泪的 不管你是业为什么 那么逃亡的生活呢 真是很是痛苦 这个在这个位置潜逃 这个几年当中 当然就是怕抓到 这个都知道 心里面如果有什么仇事的时候 他如果一喝酒 男人嘛 他喜欢喝酒 一喝酒 这个心情不好啊 一喝酒呢 他就会很容易喝醉 可是我呢 有了这么大的事 如果呢 这个事小 那可能呢 过两天 这个情绪好了 就不会喝醉了 可是我这么大的事 我不可能啊 一喝酒就醉 经常啊 因为喝醉了酒 出现了醜菜 那么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呢 也看谁 看顾客 看谁都像呢 抓我来的便衣警察 就是惊恐万壮那种 那么睡觉呢 也呢 睡不好觉 到后半夜的时候呢 要听 是否有警察叫的声 听一听呢 有没有脚步和走路的声 如果要有的话 要做好准备 这样呢 也吃不好饭 也睡不好觉 有十几次都是那种 我把它称为啊 是称为灵魂出窍 十几次都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但是还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这个之间的时间里面 我的头一声吹响 咔嚓一声 一声吹响 我的身体就腾空了 腾空我在往 俯视这个床铺的时候 俯视下方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呢 一个人躺在床上 这个人呢 这个眉心之间呢 有一个枪哑 一个黑洞就被枪打了 这个流着斑斑血迹 脸色呢 很难看 我仔细瞅了呢 这个人就是我自己 当我意识到 我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休克了 忽悠一下的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么说 一直到醒的时候 就是第二天 第二天清晨 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每次都在想 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梦 你说它是梦 还没有睡醒 这种感觉都是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过程 十几次 为什么 过后再想 这个就是吓的 日有所死 夜有所梦 吓的 我把它这种感觉 称为叫 灵魂出窍 所以说在这个跑路当中 就在我们广州市 被我们公安机关 搓拿跪案的那一瞬间 公安干净用枪顶了我的头 说你不要动 你要动了我就击毙你 我当时吓他就笑了 我当时吓他就笑了 这个公安战士就说 在平时这个时候 是很紧张的 你怎么还笑呢 什么原因你笑 你为什么笑 我说我呀 跑够了 我跑累了 我现在就想睡觉 你能让我睡上两天觉 傻了寡了 无所谓 我跑累了 我不想跑了 他说你原来 这样是笑啊 那么我被押送到 我们公安 我们这个本市的 看守所的时候呢 我那种睡意全无 为什么呢 因为我被带上了 一种死料 死亡的死 死人的死 这种死料 铁料子 八斤重 这种料子呢 他预示着 你只有被抢 被执行死刑之前 才能给你摘下来 所以说成为死料 这种料子 带在我的脚上 我就没有睡意了 因为我明白 这个就意识到 我一定是被执行死刑 活的希望很少 而这种料子 带上了之后呢 我就跟了 带死料的 其他的银饭 这个被开压在了一起 我们这些呢 都是带这种死料子的 经常呢 吃完了饭 忽然后门开了 其中我们一个 带死料子的人 被喊出去了 喊出去了 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 这个银就不会回来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 他就到骨灰侠里了 也就是说 他喊出去是被执行死刑了 那么在被喊出去的 四十分钟之后 他喊出去的时候是银 可是在四十分之内 四十分钟之内 他就变成了骨灰和尘埃 他喊出去 首先是被拉到了刑场 执行死刑 完了把尸体呢 拉到火葬场 完了进行火化 这个过程是四十分钟 大致四十分钟 根据物质不灭定律 这个人 他还在 只是从一个人 变成了污秽尘埃 那么当时 我们当中呢 每一个人都是这种结局 我也是跑不掉的 没过了多久呢 我又接到了法院的判决 开完了庭 给我下了判决 我接到了判决之后呢 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132条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我接到了这个判决 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 恢复知觉的时候 就已经 回到看守所了 从法院 回到看守所 是怎么回来的 我不知道 就大脑一片空白 当我 手里面 在念召判决 恢复 恢复 思维的时候 我才 彻底的想了一回 死亡是什么意思 这一生 虽然是 这个 二十几岁了 身边的人呢 也经常有 死掉的 但是这没有 引起我的注意 这一回 我才 仔细 仔细地想了一回 这个死亡 是什么意思 死亡呢 人生下来 他必然有死 那么 有生就有死 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 死亡的仿制 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自然死亡 像我们老死的 病死的 有的是非正常死亡 像扯创死的 这是意外事故 还有我们这种 就是非正常死亡 那么说 我们这种死亡是 自己 走向死亡 就是 俘获本无门 为人制造者 自己走向了 第一支门 那么当我 在仔细地想 我为什么走向 这一步的时候 我才想到了 小的时候 喜欢凶器 喜欢斗 喜欢打架 不愿意上学 跟老师 做对立 跟同学 做对立 不听妈妈的话 这样一步一步地 叫我走向了 死亡之路 他不是说 一下子就死亡的 是在 一步一步地 走向死亡 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时间 那么说 我当时 在我走到晃的时候 不喜欢 喜欢别人 给我让路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我去 会有今天 被枪毙吗 真没有想到 那么 事到今天了 想到了 我不愿意去死 谁也不愿意去死 尤其是我 还很年轻 但是 你不是你想 不死就不死的 因为我的行为 一定触犯了 刑法 而所刑法相应的 这种惩罚 我必须 被抢毙 这就是法律 国法无情 就是如此 那么我当时在想 那就是我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严世间 来了严世间这一次 就这样 我刚清醒一点的时候 我就得离开 这个我是很不愿意的 同时我也知道了一个什么呢 我这样的去死 会给我的母亲 我的孩子 带来了耻辱 给我的祖上 叫我的祖上 蒙羞 人家问 老太太 你儿子 我儿子被枪毙了 那个姑娘啊 你爸爸 我爸爸被枪毙了 因为违反法律 因为杀人被枪毙了 这种人 触犯违法犯罪分子的死亡 没有人去可怜你 没有人去怀恋你 你就像一块臭肉一样 你找死 这种人是被害害君之马 当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这一生来的 这样的死法太耻辱了 你怕死 不是怕死 怕死也没有用 人都得死 但是我不希望 我这样耻辱地离开了严世间 而且没有忌讳 我可以 拟补了 你看虽然是这个 假如说判十年 可是我回来的 我还有可以拟补 现在我没有 没有拟补的体会了 我是非常后悔 同时我也不愿意离开 但是没有用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代表国家 对我进行 触觉 强迫我 离开严世间 就意味着我是 一个害群之马 是一个不受人类社会 换扬的人 你必须离开社会 离开严世间 我才感觉到 这是真是 太丢人了 可是没有办法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看守所 就像老虎笼子一样 脚上带上铁料的 你想自杀 不好使 你想自杀的机会没有 因为有人看着你 你睡觉都有人看着你 那么就只有承受 这颗正义的子弹 蜡出去被执行死刑 也曾经多次想 子弹打脑袋疼不疼 疼无所谓 一咬牙能挺过去 当你这个一咬牙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了 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弥补的 不能磨杀的 当时在想 如果这银事件 要是有卖后悔药的 这个后悔药肯定是无价的 因为它会叫人 不做这些后悔的事 我也在想 假如说真正要能 人再能来银事件一次的话 我要听老师的话 我要听我的妈妈的话 不要再这样结局我的生命了 可是这是以后的事情 那没过多久呢 这个 拖延店有一天 公安干点呢 给我送来了一套西装 这个西装我截过来 我才知道这是受益 这就是说明天我要走了 明天要对我执行死刑了 当时我截过来之后 我在想 这么快 这么快 我就要跟人们永别了 想起来这个时候呢 兜里面呢 拿出来了一个 两个绝缅书 一个呢 是我的太太 给我写的 她是这样写 另外一个呢 是我的师弟 给我写的 我师弟现在不在了 我太太写是这样 亲爱的 我爱你 因为没有救了你的命 我现在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舍不得你 我没有跟你生活够 但如果有来生 我们还是福气 你放心 孩子我会抚养成员 在我 离开这个严世间 我最孤独的时候 代表国家政府 触觉我 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我的太太 她这样的 还 依依不舍地 留恋我 我很感激她 另外一个呢 是我 师弟 给我写的 二哥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 可是没有用 如果允许 我可以替你挨着一枪 因为你有孩子 你有家 我没有 可是二哥 国法不容了 不允许我们替你去死 二哥 严生的最后几步 希望你要走好 这两个 诶 诀别书 我看完了之后 我才体会到 什么叫 孤独 什么叫绝望 这种叫天天不影 叫地地不灵 你的亲人再多 可是在你上路 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 只有你自己去离开 你自己去走 很快点 那一夜啊 就过去了 天就亮了 吃完了早饭 我突然间看到了 一张脸 这张脸上的表情是耻笑我 他呢 叫赵沙 我们管他叫赵沙 他是因为杀了他的亲生母亲 用斧子砍死了他的生生母亲 被判处死刑的 他这个表情告诉我 你不牛吗 你牛你得先枪毙 你有什么牛的 我一看呢 我在想 我这个倒霉的命了 我的命短不说 我连一个杀他骂的都不如了 杀他骂的还能躲活两天 我在想 如果真有地狱的话 你这个招伤到地狱里 我再处理你一块 我现在就没有心情 那么说 没等我多想 后门开了 后门开了 门前站着四位 这个法院重机府 人民法院的法警 行刑厅的法警 斗在一米八以上 身材魁梧 戴着秘境 戴着白手套 这个风口都很 都记上都很严肃 当时听说我们的号里面 我们的舱里面 有三位死刑犯被执行死刑 其中有我一个 那么法警同志呢 就喊第一个 喊出去了 第二个呢 又喊出去了 喊到第三个 他没有喊的时候 我就站起来了 我一站起来呢 法警同志说 你顿下 那个死刑犯是不允许 你自己站起来的 平时的时候 你必须顿在地下 你顿下 我就顿下了 他没有给我喊 喊走 给那个赵沙 杀他骂 那个喊出去了 那么说 后门关上了之后 法警和这个被踢走的人犯 走出去几步了 我就喊那个法警 我说 哎 法警同志 你回来 他就回来了 我说 这个今天呛病人 不有我一个吗 怎么呢 完了 为什么没有我呢 这个法警同志 瞅一瞅我 说你死也着急死呗 你着急就是死呗 人家就走了 走了 我这个一低头 我在想 也确实 我喊人家不就是 着急死吗 实际现在来讲 说我就是吓的 脑袋空白了 我为什么没有被拉出去 没喊出去 可能就是为了 今天让我跟 作为老师 作为领导 作为长辈 来学学谈论文化 那么说 我为什么 没被拉出去呢 让我弟弟 能说得清晰一些 好 我给我二哥的汇报 做一些补处 因为当时他在里边 我们在外边 做了一些很多工作 想让我的哥哥 刘一铭 因为啊 他在这个被挡那个人之前呢 那人首先给他挡了 挡了两刀 后来经过法院 鉴定是重伤 根据现在的司法解释 这样情况是不可以被派死刑的 但是当时啊 因为这个 那个死刑核准权 裁决权是在 省级法院 因为我们东北这样大要很多 判的就是说 可杀可不杀的这个 这就没命了 因为现在呢 是最高人民法院 这个 这个 实行核准权 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情况 把这个 这情况写成了一个说明 当时到我二哥 要开公判会的时候 把这说明 就给送给了一个 咱们当地中法 中地方法院院长 送给他了 当时他就 回来给我们回来的消息 说可以 战法执行 但是不是不执行 我们就等待这一消息 但是没有 正式的文本和文件来 和判决来 我们还是在怀疑 所以仍然的 把他和离行前的东西 衣服和准备好 送去了 而且第二天也到了警场 不是到那个 公判会去看 确实没有 后来呢 我们的 申诉和上述最高人民法院 得到了回来的裁决 就是改成了 死刑缓前二年 好 谢谢 死罪 免了活罪难逃 没过多久呢 我接到了改判的判决 判处死刑 还期两年执行 这个我也很欢喜 不用枪毙了嘛 是吧 很欢喜 那我就开始了 度过了我的这个 漫长的改造生涯 到监狱里之后 这个服刑 监狱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 我就用我们的汉字 来说明 因为我们的汉字呢 是智慧的符号 就是囚字 囚犯的囚 人字 后四周架了四个框 这个囚字 就代表了 这个服刑 人坐牢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么说 就这样 我呢 这个渡过了十六个春秋 渡过了这个漫长的 漫长的等待 如果说 做一个比较 我们一二年的时候 是后年 还有两年 我们感觉挺 要等待 可是 要 我要过十六年 是一种什么感觉 太遥远了 太漫长了 这个漫长的等待 可是呢 我过来了 当我释放的那一瞬间 我看一看 监狱的大门 我终于离开了 但是 我头发已经白了 我进去的时候 是黑头发 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白发了 我的孩子呢 进去的时候 我四五岁 出来的时候 我的孩子是二十多岁了 真正是那种 大事与序 今非昔比 一定青春不在了 那么我 回到家里来 第一件事呢 需要生存 需要活着 可是呢 我不会做生意 我也没上过几天的学 我也没有什么技术 那么让我去 到劳务市场 去做体力劳动 我还感到那种 那是耻辱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劳 我再去做一个 到劳务市场 出卖劳力 那我不甘心 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 虽然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劳 虽然是躲过了 这个那个一抢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了我的 我的内心 真正得到改变 没有 我还是想到 做大哥光荣 走黑社会光荣 我这个人生就要享受 就要过那种 花天酒地的生活 那是人生的宗旨 再想到这个时候 那这一幕一幕可怕的 就全部放在脑后了 很快的就被放掉了 那么尤其是当地社会 你这个没有钱的 没有合法的收入 我没有合法 我一分钱合法 收入没有 那么怎么办呢 我又穿了新鞋 走了老路 我可以去痛苦 疲又治苦我不怕 但是我最怕的是耻辱 我感觉到啊 耻辱我是忍受不了的 人家家里面过大寿 这个邀请我去 人家对我呢 都是很有恩的 我坐了多年的牢 有了这么多事 人家都没少来帮我 可是我参加了大寿之后 我一分钱没有 这样呢 人家就不会理解我 而且会说什么呢 这个言没意思 不讲意思 没有钱花 不是你没有耻 是你连淫都做不了了 不能做淫了 你要挨骂的 我这感觉到耻辱 我这种耻辱 我是受不了的 我当时觉得呢 没有办法 我只能走老路 穿新鞋走老路 我就开始了重新 我的原来的 违法犯罪生活 在短短的 两年的时间内 我又 这个积累了 就是我是07年放的嘛 到09年的时候呢 我呢 也是这个进了一些凶财 可是这些凶财呢 这些凶财又没有了 这个祸背而入 易背而出 就是你不是好到来的钱 你必然不是好到走 而且呢 你还顺便带到一些灾难 在09年的时候 我的人生当中又走了 到这低谷 就是没有钱了 又是感到那种耻辱的生活 难以忍受 我在想 这个虽然是用命换来的钱 但是呢 他也就这样的 稀里糊涂的就没了 那么说 在这个时候我在想 于是这样的痛苦的活着 倒不如我潇洒的 活着个一年两年 完了再死掉 无所谓 我可不能这样耻辱的活着了 想到这 我在想 你有钱的人 我要拿你们开开杀戒了 我要选择一个半个的 我窗口瞄准你们 我要拿你开刀了 在这个之前呢 我在想 你这个做生意 你也得有本钱嘛 没有本钱 你也生意也做不了的 不管是违法的生意 还是合法的生意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选择了呢 寻找朋友帮忙 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兄弟 在这个深圳呢 就是我们这个深圳 这个他发展得非常好 我就来到深圳找他来了 我说寻求他的帮助 他说我可以帮你 但是你要满足我上个条件 你上个条件答应了我 我就帮你 我说那行啊 你说吧 因为这个人呢 他是在我们心目当中 他是很有威望的 很有身份 可以说他说话呢 我们也是绝对信 所以说 我说你说吧 他就当时他就说 他说的 第一个 你要孝顺你的妈妈 在你的妈妈身边的尽孝 我说这个也不是帮你 我也应该帮你 他说的 因为我师弟弟跟他好 他说你师弟 我没救了 我心里面挺难受的 你要进到了孝 就踢他进了 踢他进孝 我就一直一种安慰 我说这个可以 他说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一年之内 你不要再违法犯罪了 你要保证一年之内 不违法犯罪 这是第二个条件 我在想 如果我不答应他 那么说 我的成功系数很小 我如果失败了 那我就会死得很快 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 十六二十多年 我今年五十岁了 再让我做五年老 我就死里头 那么说他不帮我 我就容易失败 就容易伤命 那么说 那我就 再挺一年吧 这一年当中 如果我做到了 他帮我了 我就成功系数高一点 那我就等 再做一年老 没有事 我就说这个我也可以答应 他说第三个呢 就是像今天这样的传统文化论坛 是我的弟弟呢 在我们辽宁城府的市啊 去年的九月二十三号 开始 他说你要听两天 我行事了 我想了 你只要能帮我 我就除点血 算了着什么呢 何况坐两天 这个生死有关的大事 我说我去坐去 我就去了 说句实话 这个传统文化呢 我弟弟和我妈妈 他们是学了很多年了 可是这个跟我没有关系 他们信他们 他们学他们的 我看都不看 但是这个朋友的话 我得挺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条件 那我就去了 去了就听到了 这个胡炳老师 就昨天坐13所学校开除的 那个胡炳老师 他在分享当中啊 说了一句 说你要做好事 不做恶事 违法的事 做好事 你也能达到你自己所要的目的 你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我这一听 他是那样说的 啊 我才明白 原来人世间还有这一条路 他不外乎就是一个到经老院 气候老人 手手手蜡 你这个事我也能做呀 掌手就能干 那我为什么我不去做的呢 对吗 如果我要是做了这个 我也不用死了活了的 也不用再进监狱了 我也能达到我的目的 有面貌室谁挨饿呀 对不对 有好日子过 谁去上监狱里去过去 我也干 当时我就决定了 我也学习传统文化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孝须父母 因为人家说了 你只要这样做 他就帮我嘛 那我就在我母亲身边 生活 啊 我就 我跟我母亲在一起生活的这 一段时间呢 可以说我这五十年呢 跟我妈妈一起 二十四小时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一次没有 就通过这个 我这个朋友 告诉我之后 我才能跟我妈在一起 住在我妈身边 我感觉到啊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就是跟妈妈在一起 生活呀 挺幸福 挺快乐 这种快乐和幸福呢 是以前没有过的 头一次品尝到 人家告诉我 这叫舔轮子乐 啊 我才知道 跟老人生活在一起 不但是你的责任 那还是一种快乐 啊 太好了 那么 我呢 就看到了 我妈妈身边 有两个布娃娃 就是小孩玩的布娃娃 那开始我在想 我说这个老太太 她七十多岁了 她拿布娃娃干什么呢 土圆天有一天 我想到 她在想 我的两个弟弟 我们哥五个 我妈妈生我们哥五个 我的两个弟弟 已经不在 人世间了 正好 我们 她这两个布娃娃 我妈妈 睡着了 想我那两个弟弟 睁开眼睛 还在想我那两个弟弟 就拿两个布娃娃 当我的弟弟了 当精神嫉妒了 我在想啊 谁照常的 我照常的 我的四弟给我救活了 千辛万苦给我救活了 我在监狱改造的时候 我是今天让她送钱 明天让她给我想办法搞出去 后天让她给我减刑 我烧摇她 叫她过不了好日子 最后她稀里糊涂地 也探到了 赛阳 她把警察打死了 结果她自己也死在监狱里 如果我不这样地去捎摇她 我弟弟的智慧 她不会探到那个事 我给我弟弟 我给我四弟弟给害了 害死了 她给我救活了 千辛万苦给我救活了 我给她害死了 这就是我当哥哥做的事 我的老弟弟 我在监狱里面跟人家打架 我给人打赏了 监狱里面要加我的行 我的老弟弟听说了之后 他四哥没有了 他降了四哥 他也非常想念我 听说我要加降了 我的老弟弟 吃吃饭就死了 他得死了 最后两句话说 我二哥完了 我二哥完了 一下子就死了 他本来有高血压 一着急 喝一口酒 死了 我要知道我打了一仗 我的老弟弟把命丢了 我要人家打死我 我也不能还手 我不知道会造成这个恐怖 我给我的俩弟弟给害死了 我的爸爸 我父亲这个重病的时候 我在坐牢 我的这个四弟啊 去看我 看我的途中的 因为钱的事情 被警察抓到了 抓进去了 也坐牢了 我爸爸一听说 我四弟弟也坐牢了 一功火就没有了 我让我的妈妈 重年上父 老年上子 白法爷 送黑法爷 言 你害谁都行 你打傻瓜 你跟谁 跟谁报仇都行 为什么要害自己的妈妈 爸爸 害自己的亲弟弟 这就是我做的事 我在外面 跟兄弟们老号称 言议大哥 谁碰我的兄弟 我跟他对命 孝经理们讲 不爱欺欺 而爱他人 为之贝德 你连自己的爸爸妈妈 弟弟都害 你去跟别的哥们讲一题 不假的吗 谁信 你能做到 弟兄有利 你是弟兄 没有利 你是弟兄吗 假的 想到了这些 我的心就像刀炸一样 那个 我被搞死的那个人 这个 他的太太 放了之后 给我抓到了 一下子把我抓到我了 就说 你可把我们家 坑死了 我的老公 被你杀了之后啊 我老公的他妈呀 第二年想儿子就想死了 我的孩子现在三十多岁 可是他不说话 一有事儿的 他就落泪 性格内向 一个大男人三十多岁 老落泪 不说话 你把我们家 一家三男人给害了 我就在想 因为什么事情 我把两个家庭 三男人 叫这么多人 离开人事 这么多人 这么大的灾难 就是因为 我习了糊涂的 差点 还自己差点死 所以说 我呀 请允许我呢 给我的家人 和被害的人 做忏悔 来输我的罪过 三男人 清朝有一个绿条啊 哦 父母者 杖毙 就是你打父母了 你要用棒子给打死 这是法律 我给我的家人害得这么惨 我应该怎么一种死法 如果怎样我死 就是你必须去死 我自己选择死法 我是往油锅里跳 这样我会 我能安慰一些 自责自情胜于便打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我为妈妈还在 我的死去的人 他们不能活 可是我在想 如果我能为他们做点 他们没做的事情 想做做不到 想爆炸谁的恩 做不到 他报不了 我来报 这样来了缺我的一生 所以说 跟着有幸 跟着团队大会老师 做论坛 我也感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去年在石家壮里 做论坛 有一位警察独自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康吉利老师 非常感恩你的汇报 我是一名警察 亲手抓获了几百名罪犯 原先我俩见面 必定是剑拔奴长 今天我们非常和谐的 待在一起 亲切的握手 是道德的光芒 冲开了我们之间的黑暗 他也能将冲开 所有违法犯罪分析的黑暗 我代表 全国近两百万人民警察 向您真诚的敬礼 我不是在炫耀 我是在说 像我这样的人 学习了传统文化 警察同志也尊敬 他也希望我能做一点 为其他的犯罪人员的教育的工作 那么说 我有幸 我刚才说了 我那位兄弟也兑现了 他让我在广东省 河源市农村县 做一个他的子公司 在那负责 我在负责公司的时候 去就是说头几个月 因为村民他被人利用了 他们没有理 他把我们的路给缝了 缝了三十个小时 当时如果没学习传统文化 这个事是不允许的 事可杀不可辱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 当时我有两个人 我打架 我不愿意三个人打一个人 我愿意一个人打三个人 就你们把我搞死 我当时就有两个人 我们三个东美人 我出去 你三十人五十人 我要是怕你 就不是我 你可以给我搞倒 搞死 我肯定要过去 可是呢 这个时候 我们的领导 给我来电话 董事长来电话 说你们不要动 你们听从政府的处理 当时 那个五轮里面 有一个君臣有意 领导说的话 我是被领导 我必须听 地质贵也有 凡出现信为贤 我也说过 我要做一个守法公民 我有理 我要出去跟人打架 我不也是违法了吗 我就没有出去 结果呢 第二天第三天 人家的县长 给我举了三个人 说呢 你是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 我代表村民地向你道歉 我就受到了人家的准敬 学习传统文化 所有道德的人 你准备受到人家准敬 那么我在我这个地方呢 我们农村生活的很欢喜 我每一天看到那些的无名草 无名花 还有这些毛竹 红蜂 白鹿鸟 我像 我就是什么呢 过照 显的生活 因为 显字 中国的汉字是人 在山上学习 就年显 我过这种显的生活 孝子 孝敬上有那一句话 那个 这个如果有可能呢 我在游生之年呢 我今年五十岁 昭文道 虚实则矣 我在游生之年 能让传统文化 这个 这些犯罪的人呢 少一个 学习传统文化的多一个 这也算呢 我对 报答国家的不杀质恩了 也算报答 我这个哥们 这个领导呢 对我的教育了 那么说 谢谢大家